Hello大家好,我叫Vicky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北美考CPA的那些事儿 简单讲一下个人经历吧 我本科在美国念了四年会计管理加金融的专业 然后毕业之后我就留在芝加哥 现在芝加哥的一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的业务 那我考CPA主要原由也是因为这份工作 因为我们做审计行业 如果你要升职要有签字权的话 必须是有注册会计师证的才行 那关于考CPA难不难 首先它不是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 像大学里的时候身边所有听到的人都说CPA非常非常非常难 而且还有四门你必须在一年半内考完 不然的话就之前你就算考出来也会一门一门 是全部expire 所以导致了我大学一度觉得CPA并不是一个正常人能考的东西 直到工作之后 公司要求每个人都有CPA 然后你就突然发现 哇塞身边一起工作那些人全部都是CPA 你就会有压力 就觉得说大家都那么厉害 都有考出这张证 我很讨厌跟别人聊 然后别人都跟你说 哎呀其实就很容易 你只要去学一下医学就可以学好 那第一当然可能他们非常非常的聪明 那第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炫耀显得自己非常的聪明 我这两者都不是 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实的一个CPA的心路历程 可以供你们参考 因为当时我并没有一个这样的mentor能够真诚的跟我分享一下 他的感受能让我变得有信心去考这次门市 导致我当时真的是心理上非常痛苦 我一度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一件事情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个难点吧 我当时考第一门是audit 我就觉得这一整本书对我完全不make sense 你们有没有体会过一种那种感觉 就是你每个单词影都看得懂 但是一整面读下来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会觉得这一本audit的教材就是一本正确的废话 我刚开始念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 我跟那些公司的美国同事聊 他们就完全不觉得是那一回事 可能因为有语言的障碍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而言 念那些很理论语言的东西 对我们而言非常难 大家不要轻易气呢 也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好像我以前在美国本科的时候念书还不错 但是考audit当时就好痛苦 下面来讲一下far far一直是大家公认最难的那一门学科嘛 因为里面的章节特别多 内容很多 你要记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吧 其实对于华人来讲 far倒没有audit那么难 因为far的话 它很多计算的一些学习的方式 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已经习惯的方式 那当然我承认是有很多东西要记 但我并不觉得你学far的体验会比学audit更差 四门里面我觉得最容易的还是BEC 因为首先BEC的内容少 然后它又没有太多中理论的东西 更多都是一些计算啊 然后一些我们可能亚洲人从小到大也比较擅长的一些学科 四门里面我比较推荐大家先考BEC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因为它最容易 会让你变得非常有自信 你第一门考完 然后就发现自己通过 你就会觉得更有动力去考其他三门 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 CPA它四门课你必须在一年半内通过 那假使你一年半没有通过的话 你会第一门开始一门一门expire 如果你不小心真的一年半没有通过四门的话 你就算expire了一门BEC 对你而言压力也不是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你先考FAR的话 你如果expireFAR 你真的会想去死 或者你可能甚至就会放弃考CPA这件事情了 下一门呢是regulation regulation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struggle的一门课 我整整考了三次才通过 但总的体验来说的话 regulation没有FAR那么痛苦 然后也没有audium那么让你lost 我觉得是一门介于中间的学科 那至于为什么我考三次 可能是我真的不太擅长与美国说法吧 我美国法律说法都不是特别好 可是过来身边那些朋友 他们都说regulation就其实还好 对 所以我比较建议regulation你可以放在中间考 你不用放第一门或者放最后一门 好啦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具体的学习方法 我是用backer那一本教材 因为他们是全美最权威的CPA的教材嘛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是用wiley wiley会便宜很多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backer 因为他们的老师做那些视频 给你划那些重点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平时的话 视频我就是用来划书上的重点 以及写下在书上记下一些笔记 最重要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你要做backer 它提供你的那些练习题 其实你光看书 你只能学到真正内容的百分之二十三十 但是真正让你去了解去get这些知识 还是要靠做题 你靠犯错然后看它给你的那些解答 你再去翻书 再看你的那些笔记 就会显得非常非常make sense 我真的知道做题很痛苦 但大家记得一定一定一定要做题 那等我把backer home那些题全部做完之后呢 我会自己整理下一整套这一张节的 我觉得是重点那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做自己做的笔记非常有帮助 是因为之后等你已经学了后面好几张 你要回来复习这一张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那么lost 就是不会有那么那么多内容 会需要重新去看 因为你已经当时把一些这样的点都拎出来 都已经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所以你只要从笔记本上开始复习就好 那需要更多细节的话 你可以重新回书上看 哦 还有一点哦 非常重要的是 backer里面的simulation 大家一定要做 而且作为最后考前复习阶段 一定要把simulation题目一道一道好好做 我觉得它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帮助是 它每一个知识点嘛 都会给你就是simulation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空让你填 然后它每一个空都是target在那一大块知识点的一个小的细节 所以等你把那一整个simulation全部做完之后 它就是已经帮你融会贯通这所有小的东西 让你就完全掌握那些知识啊 并不是零碎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它是帮你规整的一个非常好的organization tool 我觉得backer simulation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习的一个工具 考CPA的话先考哪一门 像我刚刚说的 我个人推荐先考BEC是因为BEC最容易 其实就算你最后不幸BEC过期的话 你再重新考一次它也不会让你觉得压力那么大 当然我知道大家都会想说一年半的一定能考过 但是不要太庆幸自己还是要做plan B 万一没考过呢对不对 像我自己当时我也完全没有想说 会需要考一年半那么久 我以为我最多最多一年就能考出四门 但其实生活会发生很多的变动 生活不是你能掌控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做好plan B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考CPA之前前期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CPA的话它不是你想考你报名就能考的 你必须在考前你拥有 在大学或者研究生一共有150个学分 另外还至少要有24到30个 或者是更多会计相关专业的学分 那第二个条件是depend on你在哪一个州考 大家如果想快点考而 并没有具备某一个州的考试资格的话 可以先去找一下哪个州考试资格最低 然后从报名那个州的考试 你考试并不需要就是本人在那个州 你还可以在你原案可以在你书的那个城市考 然后等全部考出来之后 你再把自己那四门科的成绩转到你想去哪个州 那当到时候等你已经有足够的学分的话 那你就可以成为你想去哪个州的一个CPA了 好比说我大学在Indiana念 它只要需要24个会计学分 但是我工作在Illinois它会需要30个会计学分 那其实一个比较好的short cut就是我可以先报名Indiana州的CPA考试 然后在考的时候顺便把剩余那些学分修完 然后等考出四门市之后我再transfer到Illinois 那样的话他们也是接受的 另一个short cut就是好比说你现在大学最后一年 你还没有完成150个学分 它会允许你在结束这个学期之前报名的考试 然后等你结束这个学期拿到总的学分之后 然后它再给你release你的成绩 这样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想聊一下就是关于CPA跟CFA做对比 你该到底考CPA呢还是CFA 这个问题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困扰了我很久 我还专门去找了我的教授去跟他聊了一下 就我的教授告诉我说CFA当然也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想对你职业有直接帮助的话 两者取一取CPA 首先CFA你至少得考三年 战线会非常的长 等你拿到CFA那个证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是非常多年 就你非常多年以后了 那CPA相对而言的话战线会短一点 另外很多工作它会非常需要你CFA 这张证明好比说你做跟财务相关的工作 你做跟审计相关的工作 都会需要你有CPA这张证明 它等于是你一个在你professional这条路上 一个长大的加持吧 相对于CFA而言 CFA可能更像是一个additional的一个assurance 但是CPA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对你工作的一个帮助 所以如果你在由于考哪一门的话 我也会比较倾向推荐依靠CPA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在将来的视频里面回答大家的那些问题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准备将来做关于STAR一天是怎么过的 然后关于会计财务 你的将来职业发展是什么 以及是关于CPA的那些十二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Vicky Audiences Fashion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